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吴志阳 每周六下午四点与您在空中相会 和您分享各种新鲜事 让您周末下午轻松又愉快 不会再懒洋洋咯 大家好 又到我们周末喜洋洋的时间 我们今天要请到的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农夫 这个年轻的农夫做农的方式也很特别 我们早期我们再老一辈的人 他耕田都一定是用一头牛来耕田 但是这一位农夫 他的好伙伴不是牛 是一只老鹰 所以这个就够另类了 然后大家都在撒药 他就坚持不撒药 所以他的这个做法 他产生了一种米叫做猎鹰米 因为好像他自己退去幕后 这个老鹰才是工程 那也因为他用这个老鹰做帮手 改变了过去这种撒农药的这种习惯 他主要他认为说这个叫做友善的农业 不是有机农业 比有机农业更进一步了 他是整个工法都要非常的对土地跟生态 是非常友善的 所以我们要今天要访问到这个是现代的这个 无毒农业的这个青年农夫 就是我们来自花莲的卢季业 我们请季业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问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卢季业 季业很年轻 这是几岁 69年次 真的好小 大家会听到 他会听到我们节目里面 每次越寝越小 因为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真的都很棒 很有想法 那我们先请季业跟我们讲一下 这么年轻 从农是什么样的一个缘由呢 当初是这样 就是其实我跟每一个青农的那个 从农的过程其实都还蛮像的 就是我家里我爸是车祸 那车祸的话 我才在2010年底才回去这样子 我相信其实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在解决 就是大部分的青农都是在解决家里的问题 就是原来从事农业的人 他忽然没有生产力了 对 然后家里可能有一些必须要照顾的东西 或者是 我那年回去是比较特别 是我没有直接去照顾着我 而是我去会看 那一年是风灾 那风灾有一个风灾不住 那春干事会来会看 那那一年我印象深是 我去帮我父亲会看 那我才知道说 原来其实农业有一些很大的问题 这样子 你本来根本毫无所知 幼稚是小时候就中了 那只是说我们 我们的年纪小的时候 爸爸妈妈都会说 去讨书去讨书 你不讨书 你就要做餐 就是说 以前就是说希望你去做办公室 那你离家越远越好 那我们不太希望说你还要去种田 因为种田毕竟在那个时代是 比较辛苦的事情 那那个时代资讯比较没有这么好 他们就是觉得说 希望你读书 读完书长大 你就去做办公室 是这样子 当初回来就是解决问题这样子 结果所有的青农都是一样 就是家里一定有发生一些变化 不管是人需要人家照顾了 或者是土地需要人家照顾了 对其实大部分的 我们讲说大部分的青农 都是这样子的问题比较多这样子 所以你一开始回去就是要照顾爸爸 对 然后当然顺便就要把爸爸原来照顾的地方 要换你来照顾了 对就是说 当初我们回去是 从事这个幼田的这个相关的后续的一个动作 那其实我们当初我们在从事这些后续的动作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说因为文旦是长期果树 它每一年都还会再生 那今年我处理掉这个问题以后 那明年我到底能不能把它卖掉 那所以才会继续再从事说 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一些 不管是友善农业啊 还是说我们用无独的概念啊 去推广这一些农业 或者是说我们用各种行销方式 那去把这一些文旦卖掉 才会有后续的这一些 所以你们家就是传统就是种柚子 我们家很小 主要的 对很小的时候就是种了非常非常多柚子 因为那时候柚子的价钱非常好 那都是卡车来载 那时候大概二十几年前都是卡车装布袋 没有装箱子都没有就是你只要装布袋 后来卡车就会来载 那卡车来载的时候呢 它就会给你钱 它就直接就算钱给你了 那后来就是产业会移动嘛 因为毕竟我们的区域比较算偏北 那比较偏北的话就是大概三四年 会有一次百路跟中秋非常接近的时候 我们的采收的时间就会比较不好 不好控制 那比较不好控制的时候 它就没有办法卖 那这个产业就慢慢移到比较偏难 像现在就最流行就是麻豆或鹤钢 那种在那个北惠归线上面的 这一条线上面的文旦都是比较好的 是这样 所以你们除了柚子以外 你们这几年你们也换了 也增加很多不同的作物对不对 对就是文旦的是处理好了 那把他们的东西全部都都完善的都处理完毕了 那也包括说在里面把那些农法都改变了以后 其实老人家是还有一些生产力 那他们就会想说要去种一些东西 还是说他们想说看是不是有些东西可以比较快 上回我到你的田里面玩吗 对 除了柚子以外我看到龙眼很多 对 还有这个葡萄柚 而且那葡萄柚好像很特别的品种的葡萄柚 对他们就非常喜欢去种这些 还有一个很特别叫莱姆 对莱姆 不是雷蒙哦是莱姆哦 是哦就是我们其实常常大家看到叫一瓶气泡水 切一片丢进去就好像高级的不得了的那个莱姆 也是莱姆酒的哦 是然后最好玩的是上面是都是这些树 下面就积在那边跑来跑去 完全不设防的跑来跑去 对就是这就是你所谓的友善农业吧 到底呃你为什么因为现在最夯的人家讲是所谓有机农业 嗯 那哎你为什么不是一下子就投入所谓有机农业 而且你的主轴是讲友善农业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嗯有机农业其实哈 就是在在我们这种传统惯性的方式 你要叫那些耕作五六十年 有的七八十年那种很老老农 他们非常小的时候就在耕作的方式 你要忽然叫他们改一个方式 他们可能二三十年前就在喷农药喷习惯了 那你突然要叫他们转有机 他们会他们会觉得成本太高 嗯为什么第一个验证要费用 嗯文书要钱 嗯那第二个部分是说 他不知道他的产量会有多少 嗯那他不知道产量有多少 他相对的他就会说 哎这个是不是我一下改的太快会没有钱赚 嗯那我们为了要让他导入就是说慢慢导入说 我们尽量不要去喷药那对环境好的方式 我们就是一步一步慢慢的去处理 像养肌也是一个过程 就是因为早期文旦树下一定会有很多草 那很多草的话我们就一开始他们是都是会喷杀草剂 除草剂啊OK 对那除草剂的话其实对果实也不好 因为他吸收了他的根系吸收了以后 根系会死掉 嗯就是会受伤 那根系受伤的话 杀草会死根系也会受伤 根系受伤的话 就是文旦我们吃起来的口感就会稍微会偏苦 嗯那他们又他们又比较老了 他们就习惯用这种方法 那我们就想说 啊那有没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方式 去帮他们解决这一个问题 那所以我们就直接就放鸡 嗯那放鸡又有很多衍生的好处 就是因为你肥料又少 嗯比较不用施肥 嗯那第二个 第二个 为什么那个鸡鸡扁扁吗 对就是我们鸡其实很健康啦 鸡就是吃玉米嗯 然后吃那些草 鸡非常会吃草 而且会吃得一干二净 鸡爱吃草啊 对鸡会 原来鸡是草食性动物啊 像这个自然科的上下 它其实鸡很虫也会吃 虫也会吃 对 它杂食性的 对那包括柚子比较常见的是果蝇跟天牛 这两个问题比较 虫害也解决 对虫害也会解决 嗯那其实我们一开始养鸡的话 就是为了要改善他们出草的问题 但是你当然飼料钱会增加 嗯那鸡也会有风险 就是鸡会被生病 鸡会被狗咬 再来就是 都有天敌 对 就是 但是它好处就还蛮多 就是像 有时候可以去树下捡鸡蛋 还蛮有趣的 哦 你不用 诶怎么突然有鸡蛋了 那鸡蛋也很健康 那自己煮也 也很放心这样 那我们是英雄渐进 像我们今年就 我们把这一些过程改变了 因为我们不是一开始就直接就 我可能去租一块土地去把它 做有机农业 嗯那因为那个前面没有负担 那我们长期果树的话 我们前面的负担很大 就是老人家那些 他们会 会非常排斥 嗯那 这样子的过程 我们都 会通称说叫友善农业 就是我们用环境的方式 去改变他们 嗯这种我觉得比 有机农业的价值还高 嗯那今年我们也送宴了 那一些土跟 文旦就是 打算就是说 看是不是在 在明年度就可以去申请 这一个有机转型 你们是用渐进的方式 用生物防治法的方式 对 而不是一下就用很严苛的标准 对 害得大家都很难适应这样子 老农 老农 没办法 没有办法 嗯那土地也没有办法一下子改 土地也需要时间去沉淀 那很大的成本 对 成本很大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多权其美的 对 养了鸡 这个鸡会帮你除草 帮你除虫 而且还帮你施肥 没错 然后还下蛋给你 对 这个鸡跑来跑去 这个所谓跑山的啊 放山鸡 应该也是很好吃的 这个 这个 卖不够 卖不够 就是相对的也就是 无雄讲的就是说 当你鸡有需求量的时候 你又 你用供应链又追不上来 OK 是这样 不过至少这整个就是 都是自然的 利用它们原来的 自然的天性 对 所产生 比如说 我还记得说你们本来 很多 如果风一大 果子都落在地上的时候 是很麻烦 对 鸡也吃柚子 对 鸡你只要把柚子切开 或者是它腐化的时候 它就会吃了 它就会吃 对 又帮你大扫除一下 对 其实还蛮 还蛮有趣的 这鸡也真多功能 所以这个叫做友善农业 对 那现在在台湾有多少 大概推广的情况怎么样 友善农业这个方式 应该是说 其实大部分的青农 我所了解 我们大概大部分的青农 我们在从事的 大部分都是友善农业 那友善农业就是说 我去改变了原本的方式 那比较环境的去进行 那我相信 我相信就是说 未来农业 我们这个青农的部分 也都是会朝这样的方式去进行 而不是说 我又拿了农药 然后来去喷它 为了产量而生产 是这样子 好 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是 卢记业 它是来自花莲受风的 他就是 刚才有讲到青农青农 这个台可能大家还不清楚 就是青年农民 就是我们有新的农业的生力军 都是一群怀有理想的年轻人 他们正在从事一个最新的 最好的方法 对土地最好的方法 叫友善农业 好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跟大家谈这个友善农业 欢迎继续收听周末喜洋洋 我是节目主持人吴志洋 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 这个特别来宾 是一个青年的农民 他叫卢记业 他利用友善农业的方式 希望能够改善 这个农业的一个收成 也保护土地 这个都是我们这些年轻的 这个农业的生力军 他们想出来的很多 很棒的一个价值 跟构想 我想请教这个季业 刚刚你讲的是 在柚子树下种鸡 不是种鸡 养鸡 有多重的好处 又帮你除虫 又帮你除草 又帮你扁别 又帮你施肥 又产生蛋 然后你果子掉下来 他还帮你吃掉 不需要花那么多的精神去亲 然后他自己本身也是很好卖 对不对 他的肉 土鸡肉 土鸡蛋等等 真的是很好 那另外就是我上次到你的店里面 我真的差点吓到 就是被你店门口那只老鹰给吓到 那是什么鹰 那一只叫栗翅鹰 栗子的栗子 糖草栗子的栗 然后翅膀的翅 栗翅鹰 那这一个老鹰是在农委会开放合法进口的名单的六种制义 那它是属于猎鹰 猎鹰 我们一般把它归类成就是比较偷袭的 偷袭性的老鹰 那之所以会放门口的原因是因为他这一季的稻米已经告一个段落了 那让他休息 他也有农 不是农忙的时候 对他 他不能他没有把每天在田里面跟人一样这样子 所以这个栗翅鹰 它那个栗是因为它的颜色的问题 像栗子的颜色 对一般我们会讲说它的翅膀像糖草栗子 一颗一颗一颗这样子 这样子 OK 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缘由 就是在花莲这个寿风乡的一个店前面突然很多人在看一只老鹰 我还让他想办法站在我的手上 结果他只是稍微张开一下翅膀 我就吓了一大条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生物的防治法 那养一只猎鹰对你种稻米有什么帮助 实际上是这样子 就是稻米这个作物 它算台湾的一个主要粮食 那其实它现在的问题是说 大家最近比较关注的问题是说 为什么老鹰不见了 那为什么 为什么大家都在独鸟跟网鸟这一块 那其实我们 我们稻田在收割的时候 其实有非常 像前几年非常多麻雀 那这几年非常多鸽子 或者是环景之也会偷吃 这种问题很多 那很多的情况下 我们通常农民有的会有看过那种稻草人 你有看过CD片 你有看过铃铛或者是放充电炮的 这种其实收成的时候 我们通称这个效果叫做 这个效果叫花糟百出 那就是要下鸟吧 对就是要下鸟 那其实我们 我们在这个农委会 这个开放合法进口的 这个六种鹰的名单里面 那我们就去结合了一个 台湾鹰猎文化继蒙情保育协会 这个协会我们就去 引进了这种老鹰 那主要就是我们是去下他们 那它有一个很好的效果 就是它有一个追击效果 那追击效果 其实我们就跟农民说 其实像我们一开始实验的是我大伯的田 那我们就说 其实你也不用再亡鸟啦 你也不用读鸟啊 那老鹰出来大家就跑光了 你何必再做这些事呢 那我们是从这种面向 友善的面向去看待这一件事 那其实要说它可以解决掉多少问题 我认为反而是说 其他农民也会去想说 我是不是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不要去读鸟不要去亡鸟 或者是消费者可不可以去了解说 我在这个鹰猎的这一个过程 它到底给我们社会的审视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应该还要再去 再去支持那一些 就是说我就是在读鸟 或者在读亡鸟的农民 那我觉得是两边有一个共同的审视 消费者跟生产者有共同审视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它最大的价值 而不是说我这个米田到底 大家是透过这个故事去想想 有没有自然的方法 对 没错 不可能全台湾的田都养猎鹰 不可能 那大家会吓死的 因为到处都是 都是猛青在那边 我家里养小狗的恐怕也心慰惊惊的 对 小狗很危险 很危险 小狗小兔子 都是蛮危险的 所以你生产的这叫猎鹰米 是 好像因为这个老鹰帮忙看了以后 你家那个田就多了百分之多少的这个生产量 其实大概产量的话 大概多了百分之十到二十 那百分之十到二十的话 整个利润差不多提高了百分之三四十 对 扣掉成本 对 其实更大效用是我们就会结合这个协会的人 那在北中南 那我们就去施作这一种农法 那同时也就是比较兼具那种生态教育 那可以让一些 比如说他有兴趣的人 那可以跟着我们去稻田里面了解说这些文化 那同时也就是说 他会去支持说 假设我今天去台东看到了这个东西 那我们同时也去支持他的米 购买他的米这样子 你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一个 也许你已经帮过他了 因为我之前在 好像我们桃园的观音 有一群年轻的农民 他们在试种那个什么 本土的小麦 本土的小麦 我记得收藏 他说可以直接吃 可以直接咬 他说 但是因为开始跟他们要求 让你们试种的 唯一一个要求就是不能做任何的药 或者也不能杀鸟 不能独鸟 这些都很重要 问题是他说 这样子的话 虫吃掉百分之多少 鸟又吃掉百分之五十 最后剩下一点点 就是我们人在吃那个作物的 priority排到很后面 他们就说唯一就是这样子 他们是说种得起来 台湾是有可能有自己 不是一定要非要进口 是种得起来 只是说这个虫害 鸟害的部分 他们那时候好像还没找到一个方法 也许你的老鹰可以去帮忙一下 可以吃一下这样子 真的可以吃一下 那当然我想你们也看到 我们年轻人都是从 也许从 你是从资讯业 我是从资讯业 回去 我们看到的一些问题 就是台湾的农业 台湾的农业到底 现在面临的比较大的问题是什么 台湾农业其实 就是以现在我们这些青农来看 他其实他最大的问题在土地价格 土地价格 对 那土地价格 我们去看土地价格的时候 就会有两个面向 第一个就是说 土地价格太高了 太高 因为我可能要 跟作物的那个 我可能要去买这个土地来去耕作 或者是我要去租任这个土地来耕作的时候 他没有能力 因为也许 我假设说以花莲来说 大概一分低 大概一百万 那我可能合理的跟作面积 我可能至少到五分 或十分低的时候 那他可能他要负担这个底的成本 会很高 租金光租金的成本就很高 因为租金是随着地价而变动的 那地价越高 他所负担的越高 那另外一个面向我们来说 就是说 那假设他这一个东西 土地面积是没有办法 土地的价格是没有办法控制的话 另外一个面向我们去看说 能不能把农产品的价格提高 因为当我的农产品 我去种东西 它可以变很高价钱的时候 那农民就愿意投入 那愿意投入的话 也不会有人想要去把地卖掉 那相对他也不会让土地价格这么高 那现在其实台湾农业政策上面的 比较大的问题是这样子 它就是一定要土地吗 对 一定要土地 没有办法 对 所以这个 这个是你们看到的一些问题 所以很多年轻人想投入农业 可能也是会碰到这个关卡 对 所以其实要 其实像现在区域 地区性的农改厂 其实我觉得非常适合去 其实如果有意愿投入的话 我觉得可以先去了解一下 那比如说我们花莲区 就花莲区改良厂 可以去了解一下说 现在大家种的东西什么是比较多 或者地株 或者是说它相关的条件环境 那其实我相信农改厂那边 都会有一些基本资料 而且是我相信都很精准 那假设你没有五分地 你就不要种了 那如果你是青龙的角色 他会建议你朝哪一个方向 例如说现在比较流行是杂粮 杂粮包括吴兄刚刚讲说小麦 小麦现在很流行 玉米 玉米 红豆 或者是黄豆 这个部分很流行 是这样子 所以 就这个也是要很科学的去算 就是要有一个最最佳的种植面积 他都会把这些投入的成本 还有就是收成以后可以获得的价格 这些都把它算清楚对不对 那 我还想特别问到就是说你们这些年轻的农民之间平常有没有做一些怎么样的串流互相帮忙 我们 比较有趣 就是我们区域的农民 就是我们只说我们附近区域的农民会有一个蛮好的模式产生 就是其实大家 大家会种的相似度很高 假设说我 我种蚊蛋 其实隔壁的青龙也在种蚊蛋 假设我种稻米 隔壁的青龙也在种稻米 他也种稻米 他觉得很相似 他很相似的情况的话其实会互相竞争 那互相竞争的话其实我们把它换为互相合作也可以 就是当我在农忙的时候你来帮我 那你在农忙的时候我去帮你 那类似用这种交换的模式来去处理 那如果是别的区域的 他就又比较特别 就是你在生产的什么的时候我来帮你卖 因为我可能没有这个东西 你没有东西好卖的时候 你就卖别人 对他没有东西的时候就卖我的东西 那其实有一个统一的一个 类似说金物流的一个汇整的一个平台 会有很多有趣的事发生 包括说假设我不会包装玉米 那我可以跟你说你这个纸箱要长宽高多少 那宅配费用多少 然后你要包冷藏或者是你要用常温 那什么因为寄送的那个部分也是另外一个技术关键 那其实青农就在这边就会交换资源 那他的流动效率非常高 比你去上网杀还是说实战经验其实真的非常重要 对那在台湾这样子的流动的青年 我们像我们现在在结合差不多有25位左右 你这样子里面讨论的东西 有时候比农会给你的还要实际 农会是农会 农会跟我们的功能可能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主要的 我们是要把这些上一代的问题解决掉 农会的问题是说怎么样在上一代的那一个部分 那持续去稳定获利 那可能跟我们要处理的面向是不一样的 团结力量大了 我们这个年轻的农民有知识有理想 然后又愿意交换分享一定会成功的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我们的节目 欢迎回到周末喜洋洋 我是节目主持人吴志洋 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个特别来宾是卢继叶 他是只有30多岁的一个年轻的农民 他现在特别强调他的方法叫做友善农业 他利用鸡来帮忙种柚子 他利用老鹰来帮忙种稻 看这个都是很炫吧 真的是很炫 不过他也是现在到处很多年轻的 从农的人的一个新生 就是说现在农地的土地的价格实在是很高 所以往往要有一定的规模才有他的这个价值性 所以这一点还需要政府来帮忙 做一些统计 做一些这个协调 我想问一下这个企业 就是说 你们好不容易生产出来的东西 你们并不是有什么大的良商 或是大的什么经销体系 你们要怎么样把你们的产品推销出来 通常这个就是回答吴凶这个问题 我们会把这个商品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说这个商品是不是自销 那如果好 那我们就从自销开始讲 如果他是自销的话 其实我们会用趋近于市场的价格去贩售 那去贩售的话 理当市场就是我们讲说 当你的价格低到一定的程度 他的需求量就会无限大 那就比较不会有像 我们前阵子会常听到什么高利菜崩盘 产地价一箱两百块 那大家就会去把它消化完 我们会通常我们会把这个自销的问题 会把它第一次我们就会把它做一个价格 叫趋近于市场 或者是他消费者非常有利的情况下去购买 那这个东西就会消化掉 那消化掉以后 我们才会去从事第二次 可能他的品质 或者是他的技术改良 那让他的品种不一样 那他可能他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那第二种就是说 当我们这个品质是好的 它是稳固的 东西是不错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样去把它做一些推销的动作 或者是销售的动作 那其实我们比较简单 就是说我们自己有一个平台 那我们这个平台 我们就做了一些规格化的东西 比如说我帮这箱地瓜装好 它的规格就是三公斤 或者是九公斤十五公斤 那我装好以后 那我的合理的售价就是多少 当然里面还有一些机制就是在于品管 就是你的规格一条不能超过多少 大小啊 对那你不能喷药或者是说你不能有虫药 那这个东西我们都涵盖在规格里面 那我们去制定这个东西不是就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说 我们在我们的平台上可以卖到多少 而是说其实很多像现在非常多通路商 当他去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会非常有兴趣跟我们来去接洽 那来去接洽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合理的利润范围 我们都希望说让他们专业去处理那一个部分 比如说他们假设有十万个消费者的会员 我们当然不可能一息之间赢他们 那我们就希望说我们可不可以跟他们结合 那结合的话一起去做同样做这一些事 那同样也帮助了很多农民 是这样我们的推销模式比较像这样 就不是跟他打对台了 对不对 不需要 就是加入他的便宜部分 对我们大家都是伙伴关系 是这样 他也需要有这个量 对他也需要 他也希望说能不能在这个平台上面找到更多这种优质的商品 那我们就会不断的去提供假设我的品牌 那我的规格化 那我的可能就像音列米或者是像文旦的这种规格的部分 他们就会一直去找这样子 对我上次去你的那个店 外面是老鹰 可是里面好像一个农夫市级的感觉 对我们 那里面大概很多都不是你的产品吗 我们 那是交换吗还是怎么样 比较有趣 就是 那里面很多很特别的产品 对里面像有一些加工的商品 我们通常都不会在网路上贩售 但是那一些加工商品都是小农自己做的 它是不是完整包装的商品 那我们就希望说他自己做 那他自己贩售 那他自己做保证 他自己生产自己做贩售到保证都是他自己 那就可以比较避免掉那种食物风暴的这些问题 那你们有一些是给他寄卖 对 但是寄卖的原则都是他要自己生产 承担原则 他不能拿别人的东西来 假设你是做来 我们在讲说 假设你是做莱姆醋的 那你一定要自己种莱姆 不然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说 你去跟别人买了莱姆来做醋 然后我再来生产这样子 所以那个店 其实就是让大家 让这些青农 或者是在地的小农老农 他们自己去运作 那还蛮有趣的 在里面可以得到 就是说消费者给你回馈的资讯 是这样子 等于他有一个 他自己生产的东西 但是他有一些 你们帮助的一个销售点 可以这样子做 对 没错 但是一定要他自己做的 所以到时候有什么问题 冤有头再有主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生产者要对自己的产品负责 这是最重要的理念 那现在的食物风暴最大的问题 在于说 大家都找不到东西是谁生产的 一个推一个 一个推一个 我觉得这样是不好的循环 那政府我们就一直去制定说 你要标签 你要营养成分 你要什么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制度是已经是这样了 那但是说怎么样 让这些制度更完善更好 可能就要靠人自己去施作了 毕竟我们小农文化 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愿意负责 那为什么不让这些小农自己去承担自己的东西 而反而是说 我又让别人去承担我的东西 没有必要 非常好 非常好的概念 自己做的东西 自己负责 尤其是吃到人家肚子里的东西 更要有良心 所以我们只是说 你看大量的工业生产 因为它分工太细 所以这中间的process太久了 所以中间 很容易大家互踢皮球 这是很可能 对 所以有时候大家真的尽量有机会 食物还是吃比较纯真天然的 而且它都可以找得到谁生产的 而且听说你们也会帮他们弄一些平台 大家可以透过平台 看到他们怎么生产 对 这样子的话就是比较安心 对 我现在问一下基业 就是说你这个整个友善的农业 跟我想应该会引起这个风潮 那你们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 让这个成为一个更大的一个风潮 第一个部分 我们是像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我们就会去结合一些 比如说公益活动 然后带动一些年轻学子 那像上次的话是一个家福中心的 那家福中心是市民代表 跟县议员那个魏家县 魏家县这边带过来的 那他们其实那一些都是年轻学子 那那一些也是家福中心的 毕竟比较家庭比较弱势 那我们优先让他们了解说 其实我们的农业到底在做什么 那让他们消耗精力也好 让他们了解也好 那从小的时候去开始教育他们 那这一块的话是我们对于年轻学子 我们希望他了解农业的部分 这个算就叫所谓食农教育 对从小他们就知道 你吃的东西怎么来的 那第二个部分是说 我们现在清农的部分 因为大家生产技术都有一定的 一定的技术了 一定的范围了 那能当百清 我们这个生产组织叫百大青年农民 能够参加这个组织的 他一定有一定的生产量 一定的生产力 那我们怎么样 透过说像我们现在在从事 这种地方的结合 跟你自己 你自己的生产模式 来去降低你的成本 提高你的品质 然后再来最后再做你的品牌 这样子的模式 赶快良好的把它复制起来 我觉得是我们未来积极去从事的东西 结合 就大家要结合 你把模式做好 所以就是欢迎更多的 有至青年来投入 是不是生产者联盟 不是复仇者 生产者联盟 那就是说 家家都 就是大家都小农 但是 结合起来就是可以供应很大的 对我们会有很大的供应链 是这样 因为我注意到 就是说你们的生产方式 其实就是 其实还是对这个土地的一个 一个最深层的那种爱 没错 所以你们一定有除了粮食生产以外 一定有更大的一个理想 就是大家对自己 从小到大生产的这个土地 怎么样维护他的地利 还有就是说不要让他被毒害掉 对不对 你来讲一下这一方面 你们对土地的这个热爱的这一方面的一个理念 好不好 土地 土地是这样 像我们在我们的土地上面已经生活一百年了 土地给你的是一份责任 是一份情感 也许从你阿公也好 阿祖也好 他就已经留下来 那个叫时代传承的 他给你的是责任 不是财产 那这一块比较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跟在炒地皮的人 不太一样 因为他们可能认为那个是动产 那个是有价值的 只有财产而已 对 没有精神在里面 所以其实就我们一般叫做主产来说的话 其实他没有价格的高低问题 那只是说一般青农在取得的话 他就会有价格的问题 所以 就是说原来没有主产的 他想要从事农业的部分 对 他就会比较辛苦 那我们对土地就是感情 你即使你这一块地出非常高的价钱 我们一样不可能会去卖掉他 因为那是我们可能几个世代 在那里生活的一个方式 记忆 对 一个文化 那一个人文都在里面 这是跟买卖 买卖的那种感情不太一样的方式 是这样的 对 没有那个东西的话 你这些 没有那个地在的话 你的其他的感情因素就无所附着 对 那所以我们生产的物产 你就会考量到 假设你有这么多情感 你有这么多 你有这么多文化在里面的话 你生产的东西 你就不可能会卖有问题的东西给人家 对 那有问题的东西 我们也会赶快再 再下一次的问题 就是把它解决掉 然后做改善 再来去做一个良好的循环 是这样子 那你这个 你的猎鹰集团 不是凸鹰集团 猎鹰集团 对 打算扩充到几支 我们现在 以今年来说的话 我们希望是可以 可以扩张到 大概台湾 大概有十个地方 那整个耕作面积的话 我们希望可以看能不能到二十甲 二十甲地 那在这个部分 我相信也足够了 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意念带给社会的话 我相信也足够 是 哇 好 不久的将来 我们大家会看到 有一群老鹰 投入我们的生产行列 谢谢 你是那鹰列米还列英米 鹰列米都可以 都可以 要注册了 列英米很可能会成为我们 厂厂看到的一个品牌 好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请到我们的 卢继叶 他是我们的青年农民 友善农业的一个 倡议者 好 我们祝福他的这个事业成功 而且能够保护我们的土地 好 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们下周再见